白衣女客人直奔櫃台指着吃到一半的雪花冰 指乎里面有虫太恶心大喊赶紧退废 当下店家忙着招呼其他客人没时间查证 但事后想想不对劲 调阅监视器却发现惊人一幕 原来女客人把冰吃到一半 从包包掏出卫生纸 打开捏了一只小虫 接着放到冰里还用汤匙调整位置 让店家抽傻眼 事发在二十号下午三点多 白衣女客人走进新北板桥一家冰店 点了一碗一百五十元的花生雪花冰 吃到一半疑似有备而来 偷偷在冰里放育藏的小虫 接着无赖店家补卫生 要求退废吃霸王冰 挺不道德的 还要求店家退钱这样不太行 感觉还蛮没有道德心的 真的有点故意 将虫子放入店家所提供的食物 使得店家受骗上当 给予了复刻退废 违反了刑法诈欺得利罪 目前店家不打算报警追究 只要求女客人回店里道歉就好 现在画面PO上网 也希望大家关注 只是为了一百五十元的兵 面临涉犯诈欺罪 贪小便宜恐怕得不偿失 接着杨东盛 陈冠宇新北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